长篇原创系列动画片《孔小如》 风也胡钻年一年 对你满脑坏主 马骨大棒甩甩 风也真无奈 天宝很渣扬里扬 小的王也没出名 大夸忠诚好仆人 其无头做错事 《孔小如》 我推你这树也唱首歌给你提 《孔小如》 我拉一拉耳朵 想出个好主意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 无论生活有多苦 只要有爱就幸福 《孔小如》 我动一动脑筋 我说来给你听 我说来给你听 第三十四集 制造贪心拐 QUEEE 照贪心拐 武海 biking Bottier 伊碑 岑 宁愿 妈妈 妈咪 你好带来 谁敢陷害我 出来 我发财了 我翁爷白捡了包银子 王爷 是小如啊 我可什么都看到了 你这臭小子怎么会在这里 你都看到什么了 我刚好路过这儿 刚才我可看到你捡了一个小袋子 那怎么了 而且这个布袋里有许多白花瓜的银子 这银子也不知道是谁丢的 我把它带回家保管两天 如果有人来认领 王爷一定把它如数奉还 那如果没有人来认领呢 如果没有人来认领 我就 我就把它分给村民们 真的吗 当然 我说话算数 那我们拉钩吧 好吧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你要是说话不算数 我就把这事告诉全村的人 到底什么事啊 快说 去哪儿了 地天说 发生什么事了 你在这里找什么呢 我把银子给弄丢了 是不是装在一个小黄布袋子里的 对 就是那个 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回来的路上 看见翁爷捡了一包银子 放在黄色布袋里的 而且我看见翁爷 鬼鬼祟祟的 我想 那肯定就是你丢的布袋 今天说 我们一起去找他要回来吧 真的吗 太好了 爸爸 我们去翁爷家 把银子要回来吧 我们去找他 爸爸现在就去要 翁爷 你怎么了 这些银子是我捡到的没错 可我回到家打开一看 银子全变成石头了 这怎么可能的 我明明拿的是一包银子 就是 这个故事 这不可能 是啊 我也没想到有这种事 我想一定是妖怪神灵师的法术 所以那些白花花的银子现在变成石头了 胡说 肯定是你藏起来了 孔小荣 你小子可别诬陷本老爷 我敢对天发誓 我要是藏了 我就 我就 就什么 就 我就是缩头乌龟 我就是缩头乌龟 那些银子是给妈妈看病的 没有银子 妈妈的病怎么办呢 哼 这个翁爷 真是太可恶了 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又没有什么证据 算了吧 孩子们 等明天我们一起上山去抓些猎物 再去换些银子回来就是了 你们说 怎么样啊 我有办法 真的 快说 快说 这小子又在搞什么鬼 小荣 你干嘛 原来是翁爷 别提了 我帮红玉姐打水 不小心把父母给我的宝玉掉井里了 这不 我正想下到井里去捞他呢 真可惜啊 怎么这么不小心 是啊 这鱼对我很珍贵的 都怪我太粗心大意了 不行 我一定要把我的鱼找回来 我下井去 别 你傻不傻 这么深的井 你跳下去还有命吗 如果你的命都没了 再珍贵的宝玉还有什么用 这 上钩了吧 傻小子 您说的没错 就算我倒霉吧 我得给红玉姐送水去了 好凉啊 为了宝玉我活出去了 好凉啊 哎呀 在哪呢 在这儿 摸过了半天 全都是石头 哪来的什么宝玉啊 小柔 你给我出来 你找我啊 真的出来了 你们 完了 我上当了 王爷 你干嘛呢 我在洗澡 不可以吗 好小子 刚刚骗我下井 现在又把绳子给我割断 你给我挡着 我怎么骗你了 我摸了半天 除了这些烂石头 什么狗屁宝玉都没有 还说没骗我 哎呀 王爷 你手里拿的就是宝玉啊 还刷我 这个明明就是块烂石头 哪有什么宝玉 这就是我的宝玉啊 可他一掉到井里 就变成石块了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你说说宝玉怎么会变成石块 你就别骗我了 对呀 既然宝玉不能变成石块 那你捡的那袋银子 又怎么可能变成一堆石块了呢 这 王爷 你是个超级大骗子 你捡了我爸爸的钱还不还 你是一个大坏蛋 完了 王爷 我们可要走了 你慢慢的洗澡吧 别 别走 想办法把我拉上去 我可不行 你还是求季天兄 求你了 把我拉上去吧 银子是我藏的 我错了 上去之后我一定还你银子 这还差不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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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